打育男子网球的团体赛 中华队在八强赛交手中国 要争取四强门票 第一点单打由王宇佐上阵 那居民似乎还没有调整到理想状态 最后以2比6以及4比6 直落而输给了无敌 没能帮助中华队率先拿下第一点 而关键的第二点 要寄托在一哥林彦逊的身上 他面对张泽带首盘打得很辛苦 直到抢7才惊险拿下 第二盘陆彦逊找回了节奏 也更积极地掌握主导权 以6比4拿下 绑住中华队把战线延长到关键的第三点双打 当然其实这整过程当中有领先 然后后还又被追回去 然后追到type break 那其实关键是在type break的时候 自己开始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个攻势 然后尽量地去掌握这个 就是说比分的一个节奏 所以让自己在type break上面 有占到一些优势 然后最后能够拿下type break 我觉得这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 完全第三点 中华队的教练团没有决定换人 仍然有成敌搭配彭贤影 对决公贸心以及李哲 两人在第一盘状况不错 以6比2率先打下 只可惜到第二盘 有点被对方拉着节奏走 比赛要到第三盘才能分出高下 无奈中国组合七十打上来之后 陈蓬佩难以抵挡 最后以1比2的盘数落败 中华队五元四强行列 也确定要未免亚运的男团金牌实力 没能闯过中国这一关赛后全队上下难也失望 特别是比赛的过程当中中华队加油席的呐喊声不断 给对手制造不少压力 只可惜这场逆转秀没能成功 接下来就看个人赛的部分 中华南网的国手们 能不能有好的表现 把奖牌给补回来 以上是亚运采访团在韩国人穿梭的采访报道